今年的NBA选秀大会上,老鹰在第三岁内摘下卢卡东谢奇后,将他交易到独行侠,换回小库里特雷扬。 然而这笔交易当一完成就有人说老鹰血亏,东谢奇被认为是最佳新秀的头号人选。 至于特雷扬呢,人人都认为他会是水货,NBA历史上还有很多这种互换手轮千扣一帮血亏的情况,就比如说去年的捷金拿下多诺万米切尔后把他交易给爵士,而后米切尔打出了现象级的新秀赛季,最后西外给了本西蒙斯, 没能拿到这家新秀奖,不过没人怀疑,米切尔将成为一个准潮剧级别的球员。 乐福和梅奥的交易虽然影响,没有上面这些球员深远,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笔交易。 乐福可能是森林郎最罕见的在选秀大会上成功的运作,而梅奥确实让人感到非常惋惜,他在灰熊始终都只能打第六人。 而假如灰熊没有错过乐福的话,小加索耶尔加乐福的组合,也确实令人期待。 洛天王也是个非常惨痛的案例,被熊怒血中后他被交易到小牛,换来大拖拉基罗宝特泰勒,路维茨基和东谢奇一样,都是达拉斯从其他球队手中接呼的球员。 或许这案是这东西奇,将成为达拉斯的下一面旗帜。 湖人民宿张姆斯沃基也是这样,被稀里糊涂送到了西海岸。 1982年的选秀全被骑士队送给湖人,但接拿到了一位长军三半二把的球员,和1980年的湖人首轮签,第二十二位。 湖人,对的王朝不得不说,应该有骑士队的功劳,而今年张黄离开骑士加盟湖人。 克利夫拉人民山口上再度被发言,魔术师约翰逊的选秀群其实也不是湖人的,而是属于犹他军事。 当时爵士为了交易湖人队的盖尔古德里奇,居然动用了1977、1978和1979年的三个手轮签,最终1979年的手轮签变成了魔术师。 爵士痛师王朝基时,湖人队不止一次从手轮签的交易中获益,科比在1996年选秀大会第十三顺位被黄蜂拿下,而湖人用当时的主力中锋迪拉斯将这个孩子换来。 湖人这笔交易可谓是一键双雕,他们还借此清理了心境空间,并牵下大厦与奥尼尔,凯尔特人也是无数次从手轮签中获益的球队。 杰伦布朗和杰森塔特姆的选秀权都来自蓝王,当时为了交易加内特和皮尔斯,蓝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仅如此,绿军民宿比尔拉塞尔也是他们通过交易打劫来的。 当时绿军送出了全明星中锋爱德麦考利和另外一位明星球员克里夫哈根,换回拉塞尔,虽然麦考利在1958年绿老鹰夺冠,并且终结了绿军的连贯。 但毕竟,拉塞尔前后共帮助绿军拿下11座总冠军奖杯,麦克海尔和罗伯特帕里什,也是绿军交易来的。 1980年,绿山军用手上的一个撞签,这个也是交易来的,换来勇士队的帕里什和1980年的第三选位。 并又这个,葛切拿下麦克海尔,虽然勇士换来的撞签也选中了不错的球员,但他们的付出毕竟是大了点。 如果乔丹身边没有批鹏,NBA的走向会不会大有不同? 乔丹曾经也承认过,批鹏是他最不可或缺的帮手。 更何况他加盟1996年,总决赛的对手超音速呢? 1987年,超音速和龚牛互换手轮签,批鹏来到了龚牛。 此外,龚牛还送出了1989年的手轮签,但后来超音速又把这个选秀全送了回去,让龚牛选中BJ阿姆斯特朗,也就是另外一位三连贯功臣。 如果没有这些交易,胡仁、绿军、龚牛这三大王朝都是无法建立的,所以说,要想见证别人的王朝,尽情交易自己的手轮签就行了。